有人說旁觀者稱 林東鵬雖然生活在社會之中 但他擅長抽離繁忙生活 以藝術家獨有的眼光去觀察社會的狀態 他一系列的北極熊作品 代表都市人和北極熊都無奈面對環境的改變 近作山水系列表達了他追求的理想環境 我覺得最好的創作甚至乎是 他可能不是有一個藝術觀念先 而是對生活中間有一個反應或觀察先 而那個觀察不會通過一些物料去做一些創作 去做一個表達 而那個表達出來的時候 又令到人家有一種感受 而那樣東西才是藝術